夏威夷基劳亚火山的熔岩 源源不绝流入大海 高温岩浆碰到海水 激起大量白烟的奇景 吸引不少游客搭船观赏 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发生 画面右边突然黑夜密布 紧接着尖叫声连连 周一清晨基劳亚火山 喷出熔岩炸弹 无预警喷到观光船 民众用手机拍下整个过程 这起意外造成23人受伤 全部送医治疗 夏威夷土地及自然资源部说 遭到熔岩炸弹波及的船 是由熔岩海洋旅游公司营运 每名游客支付220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6720元 就能从观光船上 观赏熔岩流入大海 不过观赏奇景之余 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 以免遗憾发生